这个就像什么呢 我给你解释一下 就像当时人们还都在用诺基亚3100 准备出诺基亚3210的时候 两款诺基亚中间 突然出现了一款智慧型手机 iPhone5 突然就 直到公元前11000年 这种衰退达到了巅峰 几乎已经找不到任何人类居住的痕迹了 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们开一个新的系列 他是这个萨加利亚西琴先生 在1976年写的 陆续呢 出版了七本 这一套地球边编室呢 一共被翻译成了30多种语言 印刷了将近2000万册 而且还被翻译成了盲文 在无线电台和电视台播出 很厉害 萨加利亚西琴先生 他是出生于1920年7月11号 10年10月9号逝世 然后他是毕业于伦敦大学 他是著名的考古学家 历史学家 语言学家 还有神学家 他是作为世界上极少数能读懂 苏美尔切形文字的这个学者 同时呢 他还精通西伯来语 塞姆语和欧洲的众多语言 他的研究遍布 古巴比伦 古埃及 古印度 玛雅 等等等等古文明 所以呢 他是一生啊 都致力于研究人类起源 就是因为他的研究 所以产生了一个独立的学科 叫西勤学 那这个学科呢 今天我们就开班了 我们一年一班 地球编年史 西勤学正式开课了啊 小伙伴们赶紧签到地球编年史系列 看最终结业的时候 大家有多少人能毕业啊 那我们从最开始开始讲啊 对地球而言呢 现代人类怎么看都像从外太空来的 一个外来物种 而且呢 他提出了众多证据啊 他说达尔文的进化论呢 有很多矛盾是解释不了的 西勤先生说呀 人类的祖先呀 最早可以追溯到2500万年前 然后呢 在距今1400万年前呢 人类祖先呀 开始向类人缘进行转换 200万年前出现了高级的南方古猿 这是被人类最早承认的类人缘 然后呢 又过了100万年 出现了直立人 直立人出现以后呢 过了90万年 出现了第一批原始人 也就是著名的这个尼安德特人 南方古猿和这个尼安德特人啊 他们中间相差了有200万年 但是他们的长相是一模一样的 而且呢 他们用的工具也都是一样的 都是石头 所以这200万年过去了 基本上没有进化 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 在距今35000年前呢 突然智人出现了 然后随之而来的呢 尼安德特人就从地球突然消失了 这个智人啊 他的代表人就是这个科罗马龙人 他们长了就和现代的这个欧美人是一模一样的 他们呢 当时就很先进了 他们已经会穿这个兽皮做的衣服 他们知道用木头和兽来做这个工具和武器 他们还知道用石头和兽皮呢 盖房子 他们还在这个洞穴里啊 画了这个宏伟的壁画 而且呢他们有自己的这个社会组织 由他们的组长呢来带领他们 而且呢他们还突然有了语言 更神奇的就是他们出现了文 他们出现了文明 就是有智慧的 对有智慧的 他们呢还对哲学呢有了很深入思考 比如生命死亡 包括转世投胎 这个是有画时代意义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批智人啊 他的突然出现呢 本身就已经很突然了 他突然还出现了语言 思想和智慧 这个智人的出现啊 他比直立人晚了70万年 他又比尼安德特人早了20万年 他的出现啊 被科学家认为啊 是极端的违背了本应缓慢之极的进化过程 而且呢智人的出现是出现在地球即将进入冰河时期啊 这个在外部环境来说 也是最不利于进化的时期 这个就像什么呢 我给你解释一下 就像当时人们啊 还都在这个用诺基亚3100 准备出这个诺基亚3210的时候 两款诺基亚中间 突然出现了一款智慧型手机 iPhone5 突然就 所以啊 智人的出现 包括语言的出现 智慧的出现 文明的出现 是同一时间的 这个是世纪难题 现在都解释不了的 人类现在啊 不应该拥有文明 现在地球上还存在了原始部落嘛 他们与世隔绝 至今啊 还都在砸石头 科学界普遍认为啊 不是因为他们太落后不正常啊 是因为我们现在文明太先进 而且不正常 现代研究证明啊 如果是按照正常的人类进化方式来的话 正常来说应该还在砸石头 更让人不解的是什么啊 科隆马农人 他们这个文明出现以后啊 人类的文明呢 没有进步 反而出现了很明显的退步 从公元前两万七千年 到公元前一万一千年 这个文明啊 出现了严重的退化 人口呢 也出现了大幅的缩减 直到公元前一万一千年啊 这种衰退啊 达到了巅峰 几乎已经找不到任何人类居住的痕迹了 大洪水可以解释啊 而且大洪水这个事情啊 是得到了现在地质学家普遍的认可的 他们认为大洪水确实存在 为什么因为他们在全球性啊 都找到了洪水侵蚀的痕迹 人类基本上从地球上突然灭绝了 然后呢 这个不可思议的事情又发生了 人类眼看要灭绝了 但是呢 人类又突然回归了 不但回归了 而且带着更高级的文明回来了 人类呢 成为了农民 人类学会了耕种小麦 大麦 亚麻 灌木和树 而且还学会了种葡萄 苹果 梨 橄榄 这些啊 被科学家证实以后呢 是起源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 这个情况呢 就和旧约圣经里面描述的情况是一模一样的 旧约圣经里面说呀 人类文明的发祥地啊 就是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 考古学家发现了这个呢 他和圣经和创世记里面记载的文字呢 就对上了 旧约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啊 在洪水退却以后啊 诺亚把方舟停靠在了这个亚拉拉山上 然后他选择在这个美索不达米亚北方啊 这边定下来 北方的山区里面种植了第一个火源 旧约圣经厉害在哪呢 早在几千年前 圣经就已经告诉我们了 而且呢 这个旧约圣经里面说呀 伊甸园的大概地址呢 是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这边呢 有四条河交汇的地方 其中两条河呢 就是优法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 因为大洪水啊 之前伊甸园的地址呢 已经沉入了现在的海底 就在现在波斯湾这个地方 而且圣经告诉我们 人类文明回归以后啊 人类不但成为了农民 而且很快呢 成为了牧羊人 现在学者啊 对圣经里面这段的记载呢 也是非常认同的 他们研究发现啊 在公元前9500年左右呢 人类最先呢 把狗给驯化了 在近东发现了第一只狗的残骸 紧接着呢 羊 猪 牛都被人类驯化了 当时的人类啊 主要工具还都是石头 住的地方是石头垒的 他们的镰刀呢 是石头做的 坟墓呢 也是用石头搭的 而且呢 他们还用石头啊 雕刻了上帝的模样 这个石头啊 是认定是属于公元前9000年 雕刻的模样 大家可以看到 是一个神 戴着有条纹的头盔 而且还戴着 类似护目镜的东西 这个就是他们崇拜的神 大家有没有感到很奇怪 就是人类本来将要灭亡了 就是都找不到 人类居住的地点啊 然后突然之间呢 人类又回归了 而且呢 又什么都会了 也什么都有了 在公元前7500年前啊 陶器呢 突然出现了 学者们称它为新石器时代 在公元前7000年呢 在京东啊 到处都是陶器文化 发现了很多器皿 事物还有雕塑 到公元前5000年呢 陶器制品啊 达到了巅峰 出土的陶器制品 有很高的质量 设计的特别特别棒 在公元前4500年啊 始料未及的事情又出现了 人类文明呢 再一次出现了明显的退步 居住地和人口呢 又出现了骤减 陶器制造的中心呢 被当时的人类给抛弃了 然后呢 陶制品呢 慢慢的消失了 人类呢 又开始用石制品 又开始砸石头了 而且呢 当时的这个文化啊 也出现了衰退 然后呢 那只看不见的手呢 又一次把人类文明给拯救了 人类文明啊 不仅再一次的闪亮登场 而且呢 又有了突飞猛进的进步 那具体是什么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镜larda